新北市水利局次资400万 在供辽石定西下游设置步道供民众修气 并将栏杆都更新改善 将原本较低的栏杆加高不少 民众来这里修气运动也更加安全 愿意且特地到石定西看看施工完的情形 之后也将继续协助地方进行环境美化工作 供辽石定西近期完成下游的步道改善工程 步道的护栏也做了改善 尤其早期步道只做一半 没有和滨海公路串联 这次工程也将步道串联 民众修气路线更完整 去年我们感谢水利局在我们的石定西这边 做一个西边步道的工程 后来我们在现场会看之后 觉得整个户外的栏杆 还有包括前端的户外栏杆都太低了 所以可能会在西边户外的时候 步行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危险 因为离其近日到石定西了解步道改善后的情形 后段的部分因为户篮较低矮 之前也要求要一并改善 实际走过一次后 议员也觉得石定西周边环境实在很好 真的很适合当地居民来散步见走 我们现在帮旁边的户外都加高 然后整个做成仿木的栏杆 然后整体的感觉比较美观 而且在安全措施上面也会更加的有保障 那现在石定西整个步道跟栏杆都已经设施完成了 那我们也希望民众在这个地方的可以收 早晚时候可以多加利用 议员表示近年来离长和社区共同将石定西周边环境进行改善 也获得不错的成效 再加上硬体设施的改善 让石定西的修气功能更趋于完整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